我的這個Oven這個烤箱的燈不亮了 它是Worldpool牌子的烤箱 燈在右上角的位置 現在要把這個燈泡外面的罩子取下來 這是這個罩子 然後再把燈泡扭下來 這個燈泡 下面呢就是這個Assembly 這個 這個 這個裡面呢有幾個卡黃要把它給掰開 像這個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啊 然後上面還有兩個 上面這兩個 還不容易啊 這個 你看 好 這個 看到了沒有 這是一個 有一個大臉的 把我死都把它給掰開 好了 這一個也 也打開了 來 再收一個 總共四個 公司 換一個工具 這個也不行 這個工具也不行 這個工具也不行 這個吧 是嗎 這個工具也不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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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好 手沿著 那邊有兩根縣 那里面有兩根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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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等会再找到这个 这个是一个堂皇在那 卡在哪里都不知道 待会再检查 这两根线 这两根线是怎么回事 这得从我手来都不回 OK 下去了一个 这是一个这么紧的 又下去了 这两个就是 这个 看到没有 电线是销在这上面的 所以呢这个东西坏了 好 现在就要去 去HOME DEPO买一个这个零件 哎呀呀 也不知道是哪儿坏 看这样子也没坏呀 嗯 好 都摘下来了 看看是 到底是什么坏 现在先用这个 电表的HOME DEPO买 看一看 是什么坏 先看这个 中心接头 通不通电啊 这个是好的 这个是通的 好 可以看到啊 这个 这个边圈这边呢 是由一个 铜片通上来跟它连接的 但是这个铜片跟上面没有接起来 所以这个边圈这里没有电 没有电,所以灯泡也不亮 在这个 assembly里面 你可以看到那边伸出来一个舌头一样的 在边上,但是它应该跟上面的 那一个铜圈接着的 但是现在是明显的是没有接 没有接上 然后这里有一个铜片 铜片 应该是插在这里面的 这个铜片应该是插在这里面的 但是这是插在里面的,所以很容易就 就脱离那个接触了 所以说这个设计非常的不科学 非常的不科学 所以呢这个铜片,你看这个铜片没有任何焊点啊什么都没有 就是在那摆着的,摆着的话它应该保证它,确保它能够接触 那么这个接触是怎么实现的呢,当这个日用的时间长了 这个接触的效果肯定就不行了 嗯 嗯 为什么不把这两个弄成一体呢 不好做 嗯 这个反正是已经坏了 再去买一个新的吧 去买一个 新的部分 嗯 后来发现这个HOME DEPOT和这个LOS都没有这个PARTS卖 哎呀呀,所以呢,正好回来 在这个旧部件上打主意了 后来呢,我就把这个里面的那个蛇片呢,往外掰了一掰 虽然说它不能够 虽然说它不能够 跟这个那圈 那个铜圈接触 但是呢 它突出了之后 它突出来掰出来了之后 电灯泡就可以touch在上面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有电流通过 所以呢 经过这么一修 这个就修好了 嘿嘿嘿 你也太勤奋了吧 动点脑子呀 好 好了 最后一个呢 就是为了影响表达 慢慢辛苦 谢谢大家